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是我第二次过来参加这个 上一次是上周六 上周六讲的是easy的 rough的 然后三四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 一个是differ 一个是讨议分析 然后最后一个是总结一下 这个是我们今天的内容 首先自我介绍一下 然后分四个点 这四个点也是之前 之前提罗胖的逻辑思维 然后学到了一招 就是你第一次在一个场合里面 然后怎么向大家介绍自己 分四个点 第一个就是个人的基本信息 这个称为硬信息 就是各种属性 对吧 然后第二点就是 因缘巧合 就是说你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是因为做了什么事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你出现在这里 这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就是 你能给大家带来什么帮助 最后一个就是 你想从大家这儿得到什么帮助 这是个点 我觉得大家可以借鉴一下 第一个 然后我现在是在那个 滴滴出行 然后引擎技术部 智能出行是一个一级部门 然后引擎技术部是 是滴滴的核心部门 我们主要是做那个分担 分担相关的 算比较核心的 应该是非常核心 这么说 然后学校我14年 14年本科毕业 然后17年 从那个中学院计算所毕业 然后滴滴是我的第一份工作 然后到现在 然后还没到两年吧 还没到两年 然后公众号 公众号是今年一月份开始写的 然后这个就说到第二点了 就是我为什么会出现在这里 因为年初的时候 开始写文章 然后最近 不是最近的 就年初的时候 然后开始想 那个研究Go 然后就各种 在网上收集各种 那个 Go 各种问题 然后就找到这个Google新网站 然后我是一篇一篇的去翻 那个迷日新闻的 然后基本上把那个 翻到第一篇 然后这个 我们这个阅读这个活动实际上是 那个 在很中间的一个地方 如果 如果你不去翻这个话 基本上找不到 所以这里拆卷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 这个放到那个 鼠页比较写 写墨的位置 这样知道人员会更多一些 然后就是写文章 然后写了两篇 够相关的文章 第一个就是 第一份相关 第二个就是那个 陶一分析相关 然后那个 群主看了那个第一篇文章 然后觉得还不错 然后就会 然后就向我发邀请 然后这个是 这个是因缘 这个是第二点 然后第三点 第三点我能提供的 然后因为我 近期会持续研究 然后也会探索 然后写各种文章 然后去分享这个相关各种问题 所以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和我一起交流 然后第二点是 然后第二点是 因为 因为 因为我本身本科的时候 不是写计算机的 本科的时候是那个中文化 然后其实跟计算机也相关了 但是还是差一点点 然后研究生是计算机专业 所以我觉得如果 如果我能用我的语言 就是说如果我能理解的话 我相信我写出来的那个东西 大家一定肯定都能理解 对吧 就是通手的语言讲解技术 然后第三点就是 因为我们部门分担相关的 除了 除了一两个核心的那个模块 是用石家家写的之外 其余的都是用构写的 所以我还是有 一些经验的 然后第四点 最后一点我想获得的帮助 然后第一个肯定是想 那个 这个公众号 那个得到更多的 那个关注 对吧 然后 然后 右边是 是我个人微信号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 可以加我微信 然后自我接到就这么多 对 然后如果大家中间有任何问题 可以直接打动我 可以啊 然后这第一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我看页图 就是我怎么看这个这个咱们这个活动 我觉得第一点想就是 我觉得大家都是一群有追求的人 对吧 在那个 这么晚 九点多钟 然后大家一起来去学习 学习 学习一样东西 我觉得大家以后都都会大有作为的 这是我的第一点想 然后那个夸奖的话我觉得也不用说太多 我说下我的建议吧 因为我参加的也不是很多 可能说的也不太对啊 大家可以随时随时反驳我 首先 我觉得讲大码前可以先来一张架构图 对吧 就是说 你把这个你要讲的大码 然后各个部分 各个部分 然后画一张图出来 这样 这样你首先把这个图讲清楚之后 然后你在讲解大码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 你现在讲的是哪一块 然后在哪个地方 不至于 不至于你一下就挑到了那个 不至于你一下就挑到了那个代码的细节里面 其实很容易绕进去了 上次那个Raf的那个代码 其实我是看过的 当然主要你讲的也比较也非常好啊 但是 其实如果 其实如果你没看过 那个Raf代码的话 实际上讲的话 我觉得完全是陷入到那个细节里面去 没有一个整体的那个概念 所以我觉得如果先来一张架构图 会好很多 然后第二点就是 讲代码的时候 我觉得可以讲那个重点 重点的东西 比如说一些新奇的用法 还有一些追求性能的东西 就有什么一些技巧 一些技巧的东西 把这些点讲清楚 他为什么写的好 我如果用其他方法写 为什么不行 这是这些点 我觉得如果把点 给我们讲清楚 然后大家有兴趣自己下去研究 然后一点代面 我觉得这个代码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然后第三点就是 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尽量提前预习 以前我们做学生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样 课前预习 然后上课的时候 人生听讲 然后最后再复习 我觉得这个是最好的学习方法 但是我觉得其实这个应该也很非常难 非常难 但是我觉得如果真的能做到这样 我觉得效果是最好的 这个是我的建议 大家可以讨论 然后那个闲话就说完了 闲话说完了 闲话说完了 然后看一下那个 看一下那个第三部分 Differ 这也是我写的第一篇 往下 然后 先来几句话 这个是我自己总结的 首先什么是Differ 这也是我自己写文章的一个套路 大家我觉得也可以借点一下 就是 你研究一个点的时候 你写文章的时候 肯定是一个 基于一个点去展开了 对吧 这也是一般的套路 先解释一下 什么是 什么是你的点 然后为什么 为什么 然后最后就说 怎么要怎么使用 就是how 就是三点 对吧 然后第一个是what 然后why how 我一般就按这个套路 然后先说一下 什么是Differ Differ实际上是够远的一种 用于注册延迟调用的机制 它使得函数或者语句 可以在那个 当起人的函数 执行完毕后再执行 这个 为什么要有这个 其实写过 C世界家的代码的话 其实我们都知道 那个申请 申请内神的时候 比如说 你用了一块内神 或者 加了一把数 或者 那个创建了一个socket 或者 搞了一个 连接 就说 你就释放的时候 其实非常容易忘 对吧 然后Differ呢 Differ就够远 就提问了一个语法堂 你创建完资源之后 然后 马上在他的那个旁边 在他下一行 然后 下一个Differ语句 然后 就会减少这个 呃 资源发生泄漏的那个 那个风险 啊 就是说 你就是有Differ 实际上也是 也是有可能吧 但是你你这样做了之后 呃 够语言提供了这个机制之后 其实这个机制是 呃 就是说你发生资源泄漏的 那个概率是小很多的 呃 嗯 然后就是那个 我们来看几个例子吧 呃 准备一些例子 呃 那个大家能看到那个代码吗 可以 啊 好 这个D 而第一个例子 那个我放大一点 呃 大家可以可以可以看一下 先运行一下 然后 呃 那个看下结果是什么 嗯 嗯 嗯 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都有答案了 嗯 我直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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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跑一下 直接跑一下结果 呃 直接直接解释一下 这会儿我注释了一下 这会儿我注释了一下 注释了一下 就说这个Differ 就说这个Return 实际上 呃 如果呃 学过汇编的话 就知道那个Return 语句执行的时候 呃 首先会把那个 返回值给 给他copy到那个 那个站上 然后 呃 这个中间 就是复值指令 还有那个 Ret指令中间 就行了 所以啊 所以第一步 啊 可以对着看一下 首先T 呃 复了一个5 然后第一步复值指令 就是相当于 呃 就这个Veturn T 它实际上是把T 复给了这个R 所以现在这个R 是等于5 然后 然后 之后执行这个 啊 Differ这个函数 T等于7加5 这个时候 呃实际上 呃 它是作用不到那个R上的 啊 据说 就对退 那个对那个T做了一个 一个运算 实际上是影响不到R 所以最后结果 呃 就说F1这个反复的结果就是 呃 就是5 对这个应该挺简的 大家应该没什么疑问 对吧 呃 呃 呃 就说 那个大家以后碰到这种 这种这种题目的话 就面试或者什么时候碰到 这种情况 就去把那个Differ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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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Veturn拆解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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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第一个例子 然后看一下第二个例子 我同样给大家几秒钟时间 看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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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题是1啊 呃 呃 那个同样套路 呃 Veturn拆解成三步 呃 首先是把这个1复给了R 是返回值 呃 之后第二步是执行这个R加5 呃 那这个时候 因为还是那个Go里面都是 是 传值的 所以实际上传进的R是是Covid的一份 呃 呃 最后是实际上是影响不到那个返回值了 最终的结果还是还是赢 所以这个应该也也也也也偏简单 是吧 呃 呃 呃 如果如果如果有不同意见可以直接打动 或者聊天里面体验一下 呃 我再看看这下这三个例子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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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应该是传的一个指针 所以所以他的第二步对R 这个指针操作的时候实际上是可以改变他的值了 所以最终的结果是6 来看看第四个例子 第四个例子比较长一点 就是三个函数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这三个例子实际上主要是那个想说一下那个 Differ的那个语句执行的顺序 它实际上是按那个先入先入先入后处的那个顺序 因为因为因为后面的Differ语句 就是说后面的Differ语句实际上是要依赖前面的 就是说它可能会用到前面的那个前面的资源 所以在后面是你的Differ语句 让它先执行 然后还有一个是比如说第一个例子 1这个例子 我先执行 我觉得这个错误大家应该在平时应该算的还是比较多 我觉得 一开始实际上执行的是这个E3 像E3这个里面这个B包 Differ在这条语句的时候 在调用这条语句的时候 它实际上已经把这个Error处值了 这个时候Error是空 Error是Nil 所以它其中打出来也是Nil 就是说一开始的时候 就是在Differ这行的时候 它实际上就已经处置了 把这个值已经copyFer了 最后打印的时候 就真正的执行Differ语句的时候 打印出来是个空 这是首先执行的 然后第二个是Error Error为什么打印出来Differ 反正这条语句呢 就是说它实际上Error最重要是这个 这里面是一个币包 这个Error实际上是对这个的引用 就是说币包 实际上这个币包 币包补获了这个 E2里面的这个Error 实际上是对它的一个引用 这个虽然是一个变价 但它补获的变价都是引用 所以它最终能看到的这个Error 实际上就是这个Differ 像这个东西 最终打印出来也是这个 然后这个和 和第三个实际上是类似的 只不过这里是执笔包 不是 对 三十几条 这应该没问题吧 对吧 然后继续看六个 谢谢大家 第五个实际上说的就是这个币包 因为这个函数accumulator这个函数返回的就是一个匿名函数 好像是一个匿名函数 然后我们其实可以这样理解 这个A和这个B实际上可以理解成这个accumulator的对象 然后A和B调用的时候 实际上是可以看出两组不相关的 他们两组是不相关的 然后再看我们对A实际上调了三次嘛 然后里面实际上我们就看到了是这个A实际上是一直累加的 因为这一组函数这个A实际上是逃一道堆上了 就是他最终看到的那个A实是同一个 从这里这个地址也可以看得到 就是他A实际上是同一个 所以他实际上是产生了累加的这个效应 但是A和B是两组 实际上可以看得到他们是不相关的 所以他们是各自累加 没有没有没有互相影响 就是说这个B包赢了这个这个变量 对吧 B包赢了这个这个X变量 所以AB可以看到是两个不同的那个实例 实例之间是不影响的 但实例的内部呢 X变量实际上是同一个 所以你对他加进加持的话就发生了这个效应 我们来看第六个 第六个是这样说一下这个Panig和这个Vcarry 这个我们就直接直接执行一下就好 你看到两个之间的效果不一样 第一次应该就是那个这个这个鞋子还没有还没来进去执行 然后这个就找完了 然后这个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结果 首先就是执行到这儿了对吧 先打印到这儿 然后在Mate里面 Mate里面一个Differ 首先给打印了 这应该就是多个鞋层之间 这个相当是一个主鞋层 然后这个也是一个鞋层 他们之间的那个Differ 应该就是没有特定关系 没有特定的顺序之间的 然后再看一下这个这个 写成里面的发生的事 我们定了一个Differ 这里面定了一个Differ 然后这边又执行了一个任意函数 然后这里面又定了一个Differ user user一开始是空的 所以在这个地方发生了那个Panig 直接Panig了 所以所以这块就不会执行了 就这一行是不会打印的 到这直接Panig Panig了之后 这个Differ Panig完之后 这个Differ先执行了 然后 然后 就到了这个Differ 这个Differ 实际上是 WeCover 把Cover住了 然后就打印出了一个Differ Color 最终是把这个 因为这个Error 实际上 WeCover 函数执行的结果 执行的这个Error 实际上就是这个Panig 就是Panig 就是Panig 里面传了一个东西 传了一个 这个字幕串 所以到这里 就打印出了这个 这个Error 打印出了这个 现在提一句 提一句就是 Recover 实际上只能对这个 同一个鞋生里面 同一个Glutin里面的 这个Panig去做 如果是你在其他的地方 执行这个Recover 实际上是Carol不住的 这个时候那个程序肯定会挂 这点就是 这点我其实也犯个错误 就是你在一个主鞋层里面 然后直接执行一个Go 直接够出来一个函数 一个 另一函数 直接够出去之后 实际上里面是可能发生Panig 可能 但是你这个时候 却错误的认为 所以他会在这个 比如在这个Man 在这个形成里面 制定一个 Recover 然后会把它Carol住 这个是不对的 这个时候 乘以书会翻成Panig 所以 所以 一般是 Go出去一个 匿名函数之后 匿名函数 然后在这个函数的 其实地方 应该加一个Recover 这个 这个才是最安全的 就算你在生产环境里面 要这样学 才会比较安全 然后看一下第七个例子 第七个例子比较多了 就几个 N个那个 循环 N个循环 我们直接跑 直接跑 然后挨个说一下 这个最后执行结果有两列啊 第一 第一列是这个打赢出来的 那个变量 第二列就是标志的一个顺序 我们先看最后一个吧 最后一个 最后一个打赢的是 四三二一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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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是为什么呢 因为这个 这个 匿名函数 它在Differ 调用的时候 实际上就会把这个 函数值给给除出来 所以 所以 I这个便利的时候 它实际上就是 四三二一零 对吧 所以它最终反应的就是 这个四三二一零 开始 是0二三四的顺序 但是最后反应的话 反应就是 十三二一零 对吧 这是第六个 然后第五个 实际上 它是对这个 第五个跟这个 也是一样的 也是一样 就是 如果Differ 这个调用的时候 它就会把这个 函数值给除出来 所以也是四三二一零 然后看一下第四个 其实和第五个也是类似 只不过一个是 那个 一个匿名函数 一个是一条语句 然后第三个 第三个 就是 都是 就是 就是 这就是 为什么 然后 这个 连索 Differ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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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里是一个币包 币包对于那个I的引用 然后引用之后 最终的结果就是I变成了5 所以就打赏都是5 然后第一个 第一个实际上和这个也是类似的 类似的 就集中I变成了 不 说错了 集中 第一个是那个I是那个 一开始调用的时候 第一个调用的时候 它就会把那个值给固定下来 就把它除下来 所以是0 2 3 4 打印到时候就是I变成了 然后再看第三个 第三个打印的都是5 这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 这个效果 可以看一下那个接的地址 然后I的地址 如果最后的I的地址像是一样的 你觉得有时候要要 带人来呢 你早日会不会面对我 吃饭 那这些事情 你把我们在这里 白蜘蛛的地方 她 evang产业 都应该有意味 很大 不得了 现在因为我们做些 如果她要做 她是一大好的 我怎么会说 她不知五 我得到了 我就是你的时候 我那个选择 我可以这样解答 这个接应该也是对这个癌的 就是背包里面的一个 对外面的一个边缘的一个引用 但是他每次执行的时候 实际上是自己的地址了 但是他里面的值都是 最终都指向这个的 指向I的 然后最后I都变成了 最后I推出循环的时候 就变成了5 最后打印的时候都打印 这个接也变成了5 这几个熊完大家可以下去自己去实践一下 我觉得还是有点绕的 然后这是Differ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陶一分析 第四五 然后这个也是我写的第二篇文章 第二篇文章 就介绍讨议分析 然后也是一样的 首先什么是讨议分析 构源 我写这篇文章是同一个例子 就是说以前在写C++代码的时候 很容易犯了一个错误 就是在一个函数里面 把一个局部变样的引用 或者说把一个局部变样的指针给返回去了 这个时候实际上是会很 是有问题的 你在调研完这个函数之后 然后再去接引用这个指针 实际上是非常危险的 因为这个地址 这个战争已经被收回了 这个是一个未定义的行为 但是在构里面实际上 这这么写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就是讨议分析起的作用 讨议分析 首先我们要明确一点 就是在堆上分配内层 就是要所谓的动态分配 然后在站上分配 静态分配内层 动态分配内层的开销 要比静态分配的 静态分配内层的开销要大得多 因为动态分配内层的话 就是说 你使用那个new 这个语句 分配内层在D上分配内层 它实际上是要设计到很多内容 比如说你分配 分配的时候 你要去便利这个 分配器的空闲的内层 然后会涉及到内层的碎片 然后还要涉及到内层的垃圾的回收 实际上是有很多东西的 然后静态分配的实际上 两个CPU指令就搞定了 两个CPU指令就搞定了 所以动态 动态 动态 那个静态分配的开销 要大得多 然后淘一分析呢 淘一分析就是说 Go语言编译器 它执行了一个静态蛋白的 一个静态蛋白的分析 它可以知道 它决定 哪些变量 要分配到 实际上 哪些变量要分配到战场 实际上它 实际上是 实际上我们 可以认为 Go语言编译器 是尽量的把变量分配到 占上去的 因为这样开销最小 但是 但是像我们刚才说的那种情况 如果你把 在一个函数里面 把一个局部变量的指针给返回了 那这个时候 Go语言编译器 会把这个变量淘移到堆上 虽然这个 那个加大的那个程序的开销 但是 对于我们写程序 就是说减轻了那个程序员的负担 对吧 然后 为什么讨议分析 就是尽可能把变量分配到战场 但是同时 为了让程序 让我们写程序更容易 然后 把那些容易出错的地方 把世界家里面容易出错的地方 然后 够编译器 在背后把这些东西搞定了 把那些变量讨议到堆上 然后他有几个原 一个原则就是 只有在编译器能够证明 变量在海中返回后 不再被引用的 才会分辨到战场 就是说 告译员编译器明确知道 你这个变量 在这个海中返回之后 就没有人在使用你的 所以我直接分辨到战场 但海中返回之后 这个战案就会被清空 会销毁 所以没关系 但其他其他情况 比如说我不能完全证明你 在海中返回后不会有影响 然后我就把你分辨在堆上 这个是他的一个基本的情况 然后同样我们也是要看 看这个例子 首先看一下这个 第一个 这个 这条面是 是可以看到这个 他的讨议是一个情况 你进行完之后 他什么也没输出 就是说 没有讨议 一般讨议是对 比如说对一个编译取的 取的引用之后 就是对一个变量取的 取的地址之后 有那个趋势符之后 然后才会分析他的那个 同意情况 然后看看第一个例子 第一个例子 都是这个执权力的 对吧 没有任何的引用 没有任何对这个变量取 取止啊什么之类的 所以这个都是在战场方面 没有问题 所以没有犯人讨议 所以这个 这条命令之境的结果 也是没有没有任何输出 这个非常好理解 然后第二个例子 第二个例子 对这个X取了 实际上是取了一个 取了一个 做了一个趋势符 但是结果是 X也没有犯讨议 这个是因为啊 就是 这个identity的函数 把输入直接当成返回值了 就输入直接当成输出了 输入直接当成输出了 然后 对X的引用 它实际上也一直在 在main函数的作用域里面 所以他 所以X没有犯出 这个能力 对X的引用 就让你这个Y 传进去之后 直接就返回了 所以还是在这个 面函数的作用域里面 所以 所以就没有 把它淘移到对准 直接是在占了 我最后会把这个代码 那个发出来 让大家可以自己去去去试一下 去跑 然后看一下第三个 第三个是说自己发生逃逸了啊 这个是比较好解释 就是说 这个IEF IEF这个函数里面 对 对取达这个引用 所以 所以不能放在这 那么 然后 对 对 好 对 对 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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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 main 函数调用 reference 函数的时候 实际上 main 函数里面 结果实际上是没有用这个结果了 但是这个各编辑器它没有那么智能 它不会说没有引用 就直接铺裂了 没有那么智能 然后第四个例子 这里Y也是对Y做了一个引用 然后也是发生了讨议 然后看一下第五个例子 然后看一下第五个例子 这里面Y实际上就直接使用了Y 然后Y没有讨议 实际上是不对Y进行分析 和Y实际上是有一个比较好的 Y实际上有一个比较好的 Y这个例子 Y这个例子是用了这个 全值 就是说用这个变量 直接用这个变量 对吧 然后它分配了几次 实际上是分配了三次 第一次在那个man 函数的战争里面 分配了一次 然后又copy 调用这个weference struggle 这个函数的时候 在这个战争里面 实际上又发生了一次copy 就在这个函数的战争里面 又分配了一次 最后因为Y发生了逃逸 然后又给它逃逸到嘴上 所以它分配了三次 但是这个例子 五这个例子中 实际上只分配了一次 就通过引用发明传定 所以虽然效果差不多 但是它的那个指定效率是不一样的 然后我们看第六个 第六个 这里 这也是说那个 这个I发生了逃逸 然后那个X没有发生逃逸 说的是这个 人文的解释 人文的解释就是说 这个是直接把这个Y 附到了一个输入的结构体上 然后这个 第五个是Y 是作用到这个输出的结构体上 这两个不一样 就是它不能从输出到 反出到输入 然后最后结果就说那个I是发生逃逸的 然后X没有发生逃逸 所以这个不太好理解 然后这个例子 对我补充一个补充一个Differ 相关的 这个 举个例子吧 举个例子 就是说Differ 它那个 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那个汇编 我们先 这个 那个它一分一和Differ的例子都看完了 我们最后来补充一下 补充一下这个Differ的这个 汇编 我们看一下它的 这一堆汇编代码 因为go 它这个 这个go tool 它产生汇编代码 实际上出来都是一些伪代码 并不是真正的能够在地上咨询了 看着有点惯 然后 我们要看是 我们只要看两个地方 这个 这个 这面第九行 就这个Differ 这行 Differ这行 调了一个 Runtime Differ Proxy 这个 QRHB 就说 表示这个地址 表示这个函数地址 这个函数地址在Runtime 里面是 是一个函数 Runtime 里面是一个函数 就说这个调的是一个函数 然后之后 在 在这个函数返回的时候 它最终 这个Differ Proxy 它做了什么事呢 就是把这个参数 把这个Differ 语句的那个 参数 保存下来 然后同时把那个 函数的地址给保存下来 然后最后 真正执行的时候 是叫Runtime Differ Differ Return 这个里面执行的 实际上它 就说它实际上是分开的 就像 但是这个 互编我觉得不太好理解 非常难理解 我觉得还是 就是你最终 你最后用的时候 可以 比如做面试题的时候 可以 可以把它拆解成三步 就我们课上讲的三步 这样是可以的 然后 今天主要的内容 讲完了 然后简单总结一下吧 那第一个说 说句题外话 那个就是 第一个我没写上来 我觉得那个 自我介绍的那个四个点 其实大家可以用一下 我如果今天晚上 那个大家什么都没记住 我觉得可以把这个四个点记住 我觉得就有点舒服 再回归一下吧 就是你在第一次到一个地方 然后自我介绍的时候 四点 用四点来把你的自我介绍串起来 第一点就是你基本信息 基本信息 这称为硬信息 就是说你在哪个地方 做什么工作 这些硬信息 然后第二点就是因缘 就是你因为什么出现了这个地方 把你的故事说一下 串起来 然后第三点就是说 你能给大家提供什么帮助 第四点 我希望得到什么帮助 这四个点 我觉得大家可以 可以下次可以去用一下 我是用了几次 我觉得效果还挺好 推荐给大家 然后Differ 然后总结到三点 然后每次 每次Differ语句执行的时候 会把函数加占 然后这个函数参数 会被拷费下来 所以我们看到那个打印的时候 复行完打印的时候 或者那个Differ 那个Ever Ever那个例子的时候 所以这种感应呢 都是那个一开始 开始那个变样子 然后第二点 Differ 之行的时机是 当外层函数 提出的时候 然后按照那个逆序来进行 就是说不是 它实际上不是按照那个 不是说这个外层函数 不是指一个代码块 或者比如说是一个负型 它不是一个负型 它是整个函数 这一点非常容易弄错 最后 最后那个例子 没演示 就是说Differ 如果执行的函数是一个Near 最终调用的时候 它会产生Panic的 陶级分析 陶级分析实际上 我觉得记住两点就够了 第一点就是 动态分配内层 动态内层分配 就在Data 然后比静态内层分配 开销要大得多 因为一个涉及到 一系列的 那个内层分配 内层回收 我会回收 然后那个 静态分配 实际上是两个CPU指定 就可以搞定了 第二点就是 陶级分析的原则 如果变量在函数外部没有引用 是优先放在 应该它是 优先放在站上 也有可能会逃到堆上 有可能逃到堆上 但是如果函数在外部存在引用 这个是一定放在堆上 一定放在堆上 然后 那个今天就说这么多 第一次参加这个 这个时间阅读 那个准备的可能不是太好 那个大家量解一下 下次可以提前更多时间准备一下 下面是那个问题时间 大家有什么问题吗 谢谢你 谢谢你 我有一天 是 这边是 我 我 我 如果没有问题的话 大家今天就这样了 群里面也可以随着和我讨论 OK谢谢 ID是够烂的 对 够烂的还是比较好用 对对对 就是比较占资源 对无所谓 下次下次准备一个圆满 我觉得这次讲的实际上是有点虚 好 大家拜拜 谢谢 好的 好 谢谢大家